彭秘書長 藍董事長 還有在座各位 先進 我們的前輩還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了 出版事業創新突破 那麼我起一個副標叫我所看見的未來 我所看見未來 那在進行今天的講題之前 那我先 來簡單的 自我介紹一下 那 我是1963年出生 那個 冰谷52年 我是 在桃園出生的 桃園人 我高中的時候是念建國中學 但是我大學的時候念 文化大學 我為什麼特別提這一段 前一段時間非常 鬧新聞我們的管爺 我們管委 管書委 那他就是 跟我一樣 是我的學長 他是建國中學畢業 那建國中學的時候因為貪玩 所以他考上 他我們那個年代 所謂的比較後段的大學 文化大學 那 我也考上文化大學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我也貪玩 我也貪玩 那 而且我那時候還一心一意 想要在我們的中文的國學裡面 去找到 這個創作的 這個 靈感 所以我還特別選擇中文系文藝創作組來念 但是我念大二的時候我發現了這個 中文系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後來我覺得可能未來 怕謀生困難 我在大二的時候又轉學又轉系 轉到我們快樂系去 所以我比較奇特一點說 我是文化大學 中文系錄取 但是我是快樂系畢業的 那跟我現在從事出版 是有一點點關係 那 我又特別提到 我說誰叫管儀 他是在東銀 他在東銀 反共救國軍裡面當兵 我也是 我不兵業的時候是在東銀 所以我在東銀反共救國軍服役 每天 看著這個 這個大陸四雙島 遙望這個福建 然後 做了很多 這個人生的這個 想像 所以呢 我覺得東銀當兵是一段非常奇特的經驗 奇特經驗 那我從東銀回來以後呢 前面這一段時間 就跟我們這個管制委的經歷是完全一樣的 可是我從東銀回來 就面臨人生一個大的轉折 那時候我有兩個機會 第一個 可能是坑井到美國去念事務 那時候我們留期念NBA 到美國去念事務 再過來呢 我可能因為那時候新銀行興起 我會信之所至 會考了幾個新銀行 反正兩家新銀行現在 不講習近 港銀行都被病了 都不在了 那也新銀行都錄取了 那時候我在想說 一個是我在美國念書 走上NBA 然後在美國 看有沒有發展 回台灣 一個可能就是 我就到銀行界發展 就在 非常猶豫的時候呢 後來有一個機會 我一個 我一個親戚 他在一個很遙遠的 在這個 在巴西 巴拉圭 跟阿格蒂交界 有一個東方市 他在那邊 自由貿易區裡面 他是一個進口商 他就跟我說 他說這個要不要 你還年輕 你要不要到這個 巴西南美洲來 歷練一下 他做這個 貿易的生意 可以稍微在裡面 歷練一下 那我左思右想 各位 跟我的經歷有關 我高中愛玩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 其實也不太喜歡讀書 其實我 我是個從小就 非常 有很多的想像 那我很多的這個 創意 我都一直想要去完成 那我覺得 我覺得人生 就可能 固所在這個地方 好像也不太好 那個忙忙的南美洲 我也不知道他 長什麼樣子 但是我覺得 就我那個時候來講 他是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 可能的機會 我想可能稍重幾次 所以那時候我就 放棄了 到美國念書的這個 入學申請 那我也 放棄了 到這個 銀行工作的機會 我就跟我起訴好吧 我就到了 南美洲去 所以我在 這個自由貿易區呢 我待了兩年 老實說 在這樣一個 國際的一個 離台灣非常遙遠的一個地方 這個在這邊做生意的經驗 是我人生非常寶貴的一段經歷 所以我覺得 在我後面 我2000年開始就創業了 在後面創業裡面 給我非常多的一些 感觸 給一些幫忙 所以 我先講一下我這段 比較奇特的經歷 這個經歷就是 一般我們以前高中講是說 作為建宗生就是 建宗台大美利堅嘛 以前過去像建宗台大美利堅 人生的軌跡就是這樣 那我跟 可能跟我們人生比較砍戈一點吧 然後我們繞了好幾個圈 但我回過台想起來也是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 要呼應我今天的主題 創新的來源在哪裡 創新的來源也許來自一條 每一個人要選擇走一個 不一樣的路 選擇一條 適合自己的路 創新絕對 不是一個 一成不變的 或世俗的 大家認為 一定是那樣的一條路 我想這是創新的根源 創新的根源 那 在季度簡報前 我也簡單 這個 講一下我們今天的內容 我大概會講一些東西 就是 第一我當然對我們 出版公會 我作為簡介 我作為秘書長 這個公會他的 任務跟使命是什麼 我大概先介紹一下 那 既然談到出版事業的創新 那麼 當然也不聊 我提到 整個大環境的 知識經濟的 時代的一些特色 包括一本書 在出版裡面一本書 他以前的印刷的方式有沒有改變 那麼他賣出的這個 書店通路有沒有改變 還有 我們以前的這種作家的這個組成 跟他的特質有沒有改變 那 當然我有 如果有時間我提到一點 我對電子書的看法 還有呢 就是說 在出版業 這樣的一個行業裡面 台灣 是不是還有機會 台灣 在這個環節裡面 還有沒有可能 有一個更好的發展 好 那如果有時間我們可以開放一點時間 大家可以自由討論一下 首先我簡單介紹一個 出版 中華民國出版商業同業工會 那他是 其實成立的時間很短 是去年 去年才成立的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各工會呢 各種行業 比如說 醫師 會計師 律師 他在台灣 台灣各縣市都有工會 那你要組成一個全國性的工會呢 那 出版工會一直都沒辦法達成那樣的一個 一個門檻 因為你想雲林這個地方 嘉義這個地方 苗栗這個地方都不太可能有出版工會 一直到我們有五都之後呢 我們才正式提出申請 所以我們 我們出版商業同業工會 簡稱為出版全聯會 他最主要的會 就是五都 就是台北 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的出版工會 所組成一個這樣的工會 那目前的地點就在台北 環林街 122號 離總統府很近 那我們 達成今年度我們要推動的幾個方針 可以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說 我們認為第一個 圖書按定價銷售制度 各位 您知道在法國 書是不能隨便打折的 我們現在常到 我們看很多書店 書動不動就這79折啊 6折啊 8折啊 其實 對一個 文明高度發展的國家地區 書本 一般它不是一般的所謂的 一般商品 它是所謂知識性的商品 所以它不應該像 這個賣這個雞鴨魚肉啊 或是水果啊 這樣可以隨便打折的 所以我們 建議 圖書按定價來銷售 來 來銷售 因為這是保護 我們作者的這個智慧安全 第二個我們希望推動個人購書 的消費抵稅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每個人 一年裡面買固定的書 他可以來 抵稅 這是對出版司機的一種鼓勵 這我們也是目前在眼裡 在 在眼裡看這個推動的可行性 還有想看他對我們 整個國家稅稅的影響有沒有很大 那我可以 大概 大概先剛剛各位講說 現在我們的 我們現在眼裡的結果呢 如果我們推動 家戶手的購書 1萬塊2萬塊 可以抵稅的話 事實上我們發現他不但 對我們整體稅收沒有太大的影響 反而會促成整個 讀書風氣閱讀的 進步 這是我們目前的數據所得知的 那第3個呢 我們 一直認為 我們出版這個行業 發行這個行業一直沒有所謂的 專業認證的制度 因為出版的行業不斷在改變 所以我們認為 推動一些 專業認證的制度也蠻有必要的 這是我們工作方針之一 第4個呢 大家知道兩岸福茂協議呢 這個 之前有一個既定的印象 好像說你們出版業好像都非常反對 這個 兩岸福茂協議的談判 能夠盡早能通過 那事實上工會的報紙 比較不一樣的立場 當然 我們的工會裡面 還是有很多會員認為不應該開放這個 兩岸 這個出版的交流 但事實上 兩岸的 發行跟零售 早就已經開放了 發行 但是出版呢 老實說中國大陸是不可能對 台灣開放出版 到目前為止 他其實也不對全世界任何國家開放出版跟發行 但是我們認為 出版這種軟實力是台灣非常占有優勢的 而且非常具有基礎的 其實反而出版不應該開放 不應該害怕 對大陸開放 所以我們反而基礎上我們應該 對大陸開放 但是呢 我們認為大陸也不太 目前看不出 他敢開放出版這個項目 敢開放這本項目 這個是我們 今年年度的四個工作方針 好 那我們進入所謂知識經濟的這個一個定義之前 我跟各位分享一個數據 根據 遠見雜誌 2007年的一個統計 台灣呢 他發現 每一週呢 看電視的時間呢 大概花了16.94個小時 看電視 那 上網的時間大概7.41個小時 相對的 台灣人一週 花 時間來看書的時間 只有2.72個小時 只有2.72個小時 這看起來是相對來 相對低的 相對低的 那我們看看 世界上其他國家他們 是怎麼 他們的在看書的 時間比例上 每一週 什麼分布的 全世界 每一週 看書的時間最多的前三個國家 老實說我看這數據的時候 我還跌破了眼鏡 第一名是印度 第二名是韓國 第三名是菲律賓 印度 每個禮拜看書的時間大概10.7個小時 相對於我們2.7個小時 多了很多 那麼英國跟美國像那麼進步的國家 他們一個禮拜 看書的時間呢 約會是 5.3個小時而已 大陸大概4.1個小時 那我想各位很好奇 我們台灣是一個禮拜看書才2.7個小時 那我很好奇大陸他們大概看書多少小時 各位 讓人覺得很興趣 大陸 我們認為他這個 讀書風氣不如台灣的 他們一週 每個人一週看書的這個小時大概有3.1個小時 3.1個小時 所以 整個看起來 台灣人得那個印象很多台灣人感覺上是不太看書的 不太看書 那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 老實說我待會兒不同的見解 那我後面會來報告 那但是總之台灣人花在 越看書這個事情上面 看紙本書這個事情上面 就數據上看起來的確是不多 2.7個小時實在是非常少 那 談到既然看書少我想 談到買書的金額 我跟各位分享一個數據 就是 台灣人一年 花在買書的 這個上面花的新台幣的金錢 一年大概只有花 1375元 1375元 台灣 台灣人一年 花在買書上面的花費 一年 1375元 這個1370元 還包括了 很多學生買教科書的錢 買教科書的錢 那各位可能對這個 沒什麼概念 1375到底是多還少 我給各位一個 香港的數據 香港 地小人籌 人口也不多 香港每一個公民 花在 買書上面的話 每一年 換成台幣的話 就兩年前的統計看起來 是5855元 台灣是1375元 香港是 5855元 所以 香港人口大概只有800萬 所以他的買書金額其實 如果乘以他的倍數的話 實際上也超過台灣 機塊超過台灣 所以 這些數據看起來 的確好像是讓人家覺得很謝忌 所以我們繼續來分析 台灣 在所謂的 這個領域裡面 出版創新 還有機會嗎 未來發展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先看看 OECD對於 所謂知識經濟定義什麼 他認為建立在 知識的生產 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 叫做知識 知識經濟 那這個教科書的第一 聽得很難懂 這到底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生產 什麼分配跟使用 那麼我們從這個框架裡面來看看 什麼叫做 知識經濟的出版 就是 出版內容 我們今天出版內容 他怎麼被生產 他怎麼去流通買賣 那他又 怎麼樣在應用上面去做一些分配 那這個這樣上面的一些經濟行為就叫做 所謂的 出版 出版的知識經濟行為 那這個還是 不是很好懂 那我們再一起分析 各位什麼叫生產方式的改變 從以前大量標準到標準客製 直到所謂量身定做 事實上這是一個世界的潮流 那我跟各位舉一個例子 那我就舉電視台的例子 早年我們看電視 我們叫老三台 老三台呢 就是電視節目 自播好之後 九點 例如說七點新聞 大家要看新聞 八點是聯繫區 大家要看聯繫區 九點 九點是這個 這個 綜藝節目 大家要看綜藝節目 換句話說 過去是一個 把東西做好 然後傳播出去 給所有的 給所有的觀眾 去看的 叫做大量標準的一個時代 可是後來慢慢改變了 老三台那種 我們講說 這個 為節目 為養節目 這個節目把它做好 然後由它來 訂定播放時間的 這樣的一個 模式 大量標準的模式 慢慢改變了 標準客製 成績的時 我們現在的電視 有什麼 有新聞台 有新聞台 有卡通台 有這個綜藝台 有日本台 有日本台 然後它慢慢改變了 就是說 在 但是它 它的這個 看的群眾是很多 但是它到了一個所謂 標準客製化的時代 到了標準客製化的時代 慢慢的呢 到我們這個時候 什麼時候呢 現在呢 比如說我的小孩 他看電視 他基本上是網路電視 他在網路上打 我今天想 我今天想 想聽聽這個 蘇打率的這個 的歌 它上面打個蘇打率 跟蘇打率有關的那個電視 就跑出來了 它現在是一個什麼 所謂的量身訂做 現在電視 從以前老三台的 大量的標準的電視 到我們後來的有線電視 Cable的 量身訂做 標準客製化的節目 到目前 所謂的 每個人 都可以看他自己想要看的電視 所以各位 電視慢慢變成怎麼樣子 很可能你走到 你走到一個 一個朋友的客廳家裡面 你會發現 他們家的成員 可能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台 iPad 或是一個 一個行動的閱讀的平板 那麼 媽媽可能在 平板裡面看網路上的 日劇 或是 港劇 或是韓劇 或是 爸爸可能在裡面 在看這個 歷史劇 看他自己的 雅虎新聞 那麼小孩可能在看他自己的東西 或者在 Facebook跟人家聊天 所以在一個客廳裡面 每個人 在同事做 不同的休閒的活動 都在看自己要看的東西 那就是一個 所謂量身訂做的 時代的來臨 所以 這個時代 是從所謂 大量標準化的時代 到所謂 標準客製化的時代 到所謂量身訂做的時代 這個時代 整個都在往 這個潮流在發展 那出版也不會 免於這個例 也不會例外 那我提到電視 那我們來提提看台灣 最拿手的 我們講半導體 早期 這個在IBM時代 他們 有一個 譬如說我拿了一個製程 他就做IC 一顆 IC 可能做一顆 兩顆 三顆 他用大量標準的 這種生產模式 把成本降低 把成本降低 那這是一個 所謂大量標準化的時代 那後來呢 莫名其妙 在亞洲崛起的一家公司 叫TSMC 台積電 他就走向所謂的標準客製化 他在一個片晶圓裡面 因為晶圓很貴 他可能有切割 這個可能做300萬顆 這個可能過600萬顆 組合起來可能還是1億顆 這300萬顆可能是做 DVB晶片的 這可能做一個 先端的什麼樣的一個播放設備 這時候 他可以讓一些 實驗性質的IC 可以在晶圓裡面 分產這個產能 然後產生出一些 後面一些 所謂的商品 這是所謂的標準客製化 那麼我們預言 未來的晶圓呢 會走向什麼 會走向個人晶片 什麼 在一個晶圓裡面 他可以切割出完全不同製程的 每一顆IC 可能這個IC 可能會 甚至於 我們以前開玩笑說 所有人的所有的這個 他的識別 身分證 或什麼都在 植入在 皮下裡面一個晶片 變成一個 這樣的一個 晶片的 可能性 越來越多 越來越可能 所以我們從半導體來看 早期也是 這個大量標準化的 單一 單一晶圓 單一的晶片 慢慢他變成 所謂 客製化的 所謂晶圓代工式的 慢慢走到所謂量身定作式的 這就是整個生產方式的改變 那 這種生產方式對我們出版業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 這張圖 現在出版業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一本書 因為他用大量印刷的方式 所以一次要印三千本 要印一萬本 要印五千本 要攤提他的成本 所以一本書 他如果 印刷的成本 每一本假設單價是二十塊的話 我們看的錢是很便宜 但事實上呢 這個樣的一個書 他後面還產生很多很多的成本 譬如說你書印好了 也鋪到書店去賣 但書店不見得賣得掉 這些書會退回來 退回來產生什麼 倉庫的成本 那麼這些書要運送到 台灣的話 他運送到 台北台東高雄 所以他有運送的成本 那還在台灣 如果這本書要寄到 香港 美國 他的運送成本會更高 但是 書籍本身 單價很低 透過這種流通的方式 他後面會產生庫存 會產生物流成本 那要為了庫存跟物流 你又產生很多的人士的費用來處理 所以他的固定成本是很高的 固定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 生產的方式 如果還是照以前那一種 我一次就印很多本 看看賣多少 再等數退回來 這種模式呢 這種模式 其實 就是所謂剛剛講 大量標準化生產 其實慢慢已經過時了 那到底他應該有什麼方式來生產呢 我們就舉台灣有一家 網路書店的例子 你看 他 裡面呢 可以賣的書種 大概有效率大概38萬冊 裡面就有7萬本是絕版的 我們常常聽到一句話 有很多非常好的書呢 他賣完之後就絕版了 為什麼 因為一本書印出來要1000本2000本 他賣了好幾年才賣完 出版社不敢把這書印出來了 因為 這書印出來 沒有地方賣的話 賣不完的話 他對他講是壓力很大 所以這個網路書店呢 你看 他裡面呢 一年裡面 絕版的書就將近有7萬種 那麼 這裡面的7萬種裡面呢 又有5萬種的書呢 基本上呢 就賣完就不補了 就是說我賣完就沒有辦法再生產 賣完就沒有辦法生產 這種缺輸比例 大概有24% 這就等於什麼 等於是 我們整個銷售金裡面就有24%呢 是因為缺輸的比例而 沒辦法被生產的 這帶來什麼影響 各位帶來什麼影響 這帶來我們出版界一個非常大的 不好的影響 其實我們過去有非常多 很經典的 非常好的一些出版品 就是因為 這種生產模式沒有辦法改變 因為它必須被倉庫裡面放很久 然後要佔很大的空間 它沒辦法被很快速的賣完 所以 出版商 他寧可賣一些輕薄短小 比較暢銷的書 對一些比較要銷售 時間很長的書呢 他反而沒有興趣了 這些書 就造成 造成絕版 這個 對知識基金的人 其實不利 那麼 這個就是所謂的蝴蝶效應 蝴蝶效應 那我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 這個書 如果它生產的方式不改變 它對我們社會有多大的影響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各位不要想要這個例子 這個簡簡單的很小的 只不過一個書籍生產的方式改變而已嘛 但是 這個改變呢 對整個 後續的這個整個的 經濟 或整個社會影響真的很大的 我們講這個叫蝴蝶效應 我舉個例子 我們有個案例就是 政府公報 這個政府公報呢 它當初呢 它的規劃 因為它是採用 傳統的觀念來思維 所以它當初認為呢 這個 因為這個公報要 既然要印刷呢 它就是用1000本的規模來 來印刷 這公報每天都要產生 每天都要產生 所以 當初的這個 這個公報的這個印刷的模式跟花費呢 它是採用每天生產1000本 的模式 跟這種規模來預估的 但事實上它實際去印刷之後呢 實際的需求只有不到500本而已 實際的需求只有不到500本 那目前呢 它更積極的把就這樣的公報 根本就不印出來了 它只是少數的公報印出來 放到圖書館 或給特定的一些機關 事實上 這些圖書館的這些 這個 這個需求呢 目前根本不到100本 根本不到100本 假設這本書 是重350克 厚一公分 大概16開 150頁 一般我們 一棵樹 就是 高12公尺 我們大概 所謂環抱一個 1.8到2.5公尺這樣的軟木硬木 然後 用一頓的 做成一頓的文化用紙 大概要花 要用到24顆這樣的樹 上次這個例子 假如這個例子 它原來是用1000本的這種規模去生產的話 而不是用所謂的 我們另外一種方式 要多少就用多少方式 去生產的話 它三年的 短短三年的時間 它大概砍掉3000多棵樹 才能夠完成印刷的目的 3000多棵樹呢 三年3000多棵樹 10年 基本上 就砍掉一個樹林 砍掉一個樹林 各位 這只不過是 一個 我們政府運行的 一個公報 它如果採用一個 不正 不正確的 不符合 現代 潮流所需要的生產方式 它就造成我們這麼大的 生態跟自然的一個傷害 所以呢 一個小小的政策的改變呢 也許就會改變很多 那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東西呢 我們看看 因為它改變了模式 所以它本來按傳統模式 要升登要4天 現在只收短2.5天 因為所有的 作業都 都網路化了 以前是紙本的 現在是網路化 所以要4天了 現在不要2.5天 那麼 它三年來 因為這三年它都採用 全創新的模式 所以它等於什麼 這個 節省了1,125個工作天 各位 1,125個工作天大概什麼概念呢 大概就是當年我們捷運文無限 工程延期 總天數就是1,125個工作天 那麼它幾乎是可以節省公務能力 成本大概2億2千萬 每年節省公務能力的成本約 1萬9千個小時 我舉這個例子是說 一個政府的政策 即便是很微小 但是它只要觀念做一點改變的話 它不但對於自然生態呢 造成很大的維護 它對於我們的公務人員的效率呢 也有很大的提升 這是一個 一個觀念 可以影響到很多的 不同的事情 一個很好的歷史 那我講到這邊 大概想說那到底那是什麼 那樣的一個 機是什麼 那樣的生產方式 叫做POD的生產方式 在我們印刷跟出版的行業裡面 現在這是一個創新的模式 所謂的POD的模式是說 我是實際根據 我的需求來決定單次的印刷量 譬如說我現在需要 20本我就印20本 我需要100本我就用100本 它是一個這樣的一個生產的模式 所以它是一種數位印刷的技術 從印前的排版一直到實際的印刷 它全程的數位化 所以它可以極度的壓縮 製作的公式 所以它是一個 要多少印多少的 一種印刷的技術 它又是一個 全部都是在數位 的製程裡面去完成的一種技術 所以呢 整個講起來 它就是一個 我們現在 出版 業的一個 創新的模式 它的生產方式是改變的 那 這樣的一個 生產設備呢 大概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各位看一下 這個設備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 一個大型的印表機 大型的印表機 你只要 在電腦裡面把這本書的檔案叫出來 按兩本它就印兩本 按五本就印五本 按印一本書的時間大概是三分鐘 好 印一本書大概300頁的書大概只有三分鐘而已 他大概 當然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 這樣的印刷機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參觀過印刷廠 早年的印刷廠 裡面充滿了幽默的那種 刺鼻的化學的味道 然後呢這個紙張啦 機器呢 聲音非常的吵雜 那這樣的一個POD的工廠呢 它一本書從 從印刷 一直到裝訂 到裁切 到包裝 全部在一個空間裡面去完成 而且完全沒有噪音 完全沒有污染 這是目前 出版 在印刷書的這個事情上面 它是一個 慢慢已經改變了一個模式 很多的書慢慢的採用這樣的方式去生產 那這樣的印刷的方式的改變有哪些好處呢 第一個 先賣後印不再激活 各位我們剛剛講的是說 以前的印刷賣書的方式是我先印1000本3000本 反正我也不知道誰會買 我是想像說 這本書可能會暢銷 我就先印了 結果呢 撲出去以後 你遇到像台灣這一年平均一年 看出不到兩點多本的時候 它就大量推回來了 這時候就產生所謂的激貨 那麼 剛剛POD的方式 它是根據訂單 我今天一看 這個市面上訂單這本書大概 缺貨大概缺20本 缺100本就印100本 缺500本就印500本 所以它是根據訂單 有了訂單 才來印刷的一種生產的模式 所以它是個零庫存 既然零庫存 各位 它基本上是不需要倉儲了 不需要倉儲 那我看 如果各位參觀過一些傳統出版社的那個倉庫 非常 非常驚人的 他們退出回來以後 那個 書的庫存是堆積如三 那麼如果採用這種POD的模式 基本上 基本上 所有的書 都放在電腦的那個硬碟裡面 所以基本上 你沒有任何需求的時候 你沒有要印的時候 你根本不需要印出來 根本沒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根本不要印出來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 零庫存 不需要倉儲的一種生產模式 那麼 基本上它可以作為一個 運籌帷幄的虛擬工廠 這也是台灣的機規 為什麼這樣講 各位 如果兩岸的 出版跟發行交流以後 假設我今天在台灣 我是個出版社 有一本書 北京大學需要買這本書 我們現在的方式是 我們趕快把這本書呢 用航空的 用海運的 寄到北京去 運費是非常昂貴 各位 未來可能就不是這樣做了 未來 可能會有一家公司 他可能在北京就設了一個 所謂我們剛講的 POD的工廠 所有台灣的書 只要北京 有客人需要的時候 通過北京當地的 他的工廠 印刷出來就好了 就印刷出來就好了 換句話說 他可以在北京設個點 他可以在上海設點 他可以在 廣州設點 他甚至可以的話 他可以在重慶也設點 那麼 台灣的書 本來 台灣 隔了台灣海峽 要把書賣到大陸 這個 路途很遙遠 是我們的缺點 透過網路 透過POD 台灣把這些書要賣給大陸的時候 根本就不需要透過 那個運輸的 也不需要透過 那個物流的 在這個時候 反而是台灣的優勢 所以我說 台灣會有一些創新的機會 像這個 所謂的虛擬工廠 就是未來台灣的一個創新的機會 那麼 我剛剛講的那種 POD的印刷的方式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電腦的檔案 只要把檔案丟到印刷機裡面 它就會印刷書來 所以那個檔案 基本上就是一本電子書 所以它是 所謂的 一批同步的電子書 那 既然 台灣有POD的 這個解決方案 也有電子書的這個 檔案產生 這對台灣的出版社來講 就是一個創新的機會 那麼我們剛剛講 一個東西 一本書 生產方式在改變 那麼它的銷售通路也必須改變 通路有什麼改變呢 各位 也許各位 細細一點可以發現到 台灣大街小巷 以前我們在巷弄裡面 很容易看到一個 小小的書店 撐起台灣 所謂書鄉世界的 一片天 慢慢的近十年來 這些書店 一家一家 一間一間 都跟著 都倒閉了 要不然就沒辦法經營下去了 所以 台灣書店的消失 意味什麼 意味著說這個書的 銷售通路呢 輸出產生改變 當年產生改變 這些書都跑到哪裡去賣呢 各位 台灣興起了很多 新的網路書店 很多書 很多讀者都通過網路書店去買 他不見了什麼書店 所以 這一些 銷售通路 因為 這個時代的改變 而改變 所以他也必須跟著改變 那這些改變最重要的 意涵在哪裡 就是說 所有我們銷售通路 都必須跟著 網際網路 我們講到這 Internet 的這個崛起 而改變 所以所有 的這個 實體的銷售 將來都必須要借助 網路 的行為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那麼 台灣在這個領域裡面 網路書店 當然也是慢慢興起 那麼隨著 全世界 各個網路書店的串聯 這樣的一個改變呢 我想也是非常迫切的 那 這種 我們常常講的所謂 常委的效應 常委 常委 常委效應 什麼叫常委 常委效應呢 在過去傳統時代呢 大概有百分之 這個八十的營業額 是來自於百分之二十的 那些 上銷商品 那麼 其他百分之八十的這個 非上銷商品 只有 分享那些 很少很少的 百分之二十的營業額 這是過去的時代 所以 我們過去呢 暢銷品 就是非常暢銷 不暢銷的 就罰人問金 這是過去的時代 所以 只有暢銷商品 可以什麼 可以佔據 這個 這個 報紙的版面 只有暢銷商品 可以佔領這個 重要的儲櫃位的版面 只有重要的暢銷商品 可以得到他應有的 得到人們的注目 但是呢 那些 百分之八十的 非暢銷商品 即便是他做得很好 恐怕也沒有 被承攬 被陳列 被看到的機會 但是呢 這樣的一個 暢銷的一個 高牆 我們叫高牆 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的大眾傳播媒體 他的資源其實非常有限 他沒辦法介紹太多太多的商品 他永遠只能介紹 非防有限的商品 這是他第一個限制 第二個 實體的這個 實體的商品 我們就講書店好了 你的成品書店 再怎麼大 他能擺的書呢 非常有限 台灣一年的出版量 一年出版新書 這三年來 每年出版新書的種類 都突破四萬種 都突破四萬種 各位是講 三年就出了十二萬種書 你想想看一個書店 有辦法容納那麼多的書嗎 但是 所以他就必須怎麼樣 他必須把那些 比較暢銷書擺在這個書架上面 比較不暢銷書 他只好把它 退回倉庫裡面去 但是這裡有問題 比較暢銷書 難道就是 一定是好書嗎 那麼賣不動書 沒辦法放在架上書 難道這書不好嗎 其實 就知識經濟對文化商品來講 這樣的分別絕對是錯的 絕對是錯的 所以 這樣的 實體的空間 沉澱的問題呢 也讓這個書 書本本身 遇到麻煩 遇到麻煩 那麼取得成本 各位 我剛剛講過 一年我們出了 四萬種書 我們即便在怎麼愛書 我們逛書店的時間 一年 非常有限 如果我們沒有網路 如果沒有媒體 我們只能透過逛書店 來找到我們愛看的書的話 各位 那麼這些 透過這個逛書店 通過這種 方式 這個 一本書才能找到 他的讀者 這種取得的成本 太高了 太高了 所以 有很多書 他沒有辦法 透過這樣的方式 被更多的所謂的讀者見到 所以這道高牆呢 就造成我們 所謂的 知識經濟 知識出版的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 鴻溝 所以 這種高牆呢 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 他已經慢慢崩潰了 慢慢改變了 那麼 為什麼他改變呢 因為 網際網路 基本上是一個 強大的媒體力量 他不是被 任何少數的 團體所壟斷的 網際網路呢 他是一個非常 多元的 非常分布 非常廣泛的一個力量 那麼 一本書在網路上 的呈列 因為 各位 像我們的 不扣來龍書店 他上面呈列的 上面的虛擬書籍呢 都已經超過100萬本了 超過100萬本 試問 我們在台灣 可能找到任何一個書店 可以擺上100萬本書嗎 沒辦法 沒辦法 但是在網路上 就有這種可能 而且 你擺在 如果你今天你的書 放在這個 比較好地段的書店裡面 如果 你要堅持要在非常好的 這個 這個 價位上漏出的話 有一些商店甚至還跟你說 上價很費 上價很費 但是在網路上 資源是平均的 你的書放上去 基本上 成列費 幾乎等於 那麼 我們的這個 讀者 基本上可以透過 網路搜尋的力量 找到他要看的書 所以他基本上 他取得成本也大幅下降 他不需要怎麼樣 比如說以前我們到了 重慶南路買書 對不對 如果開車的話 還想辦法找個停車位 停車位停好之後 然後再去逛個書店 然後逛個書店買了書 再把車子取出 我們不但花了這個開車時間成本 又花了這個停車費 而且 我們找書 更生氣是說 一去的時候 店員跟你說這本書已經賣完了 這本書已經絕版了 這本書 沒有貨 結果你的取得成本 不但 很高而且你的 效率還等一點 因為你沒有買到你要的書 這在過去經常發生的 但是在網路這種現象已經 改變了 所以呢 當 高牆倒下的時候 所以 過去的鴻海市場 找到一個藍海的市場 那麼 我們特別注意到 像出版這種商業 出版這種事業 它特別適合這樣的一個銷售模式 這什麼銷售銷售模式 這種模式 很多書 像我們最近出的很多書 在座各位前輩可能有都聽過了 比如說我們最近出了一套徐須的 全集 徐須很多年輕一輩已經根本就沒有聽過了 徐須的書 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又重新 重新問世 所以 當高牆倒下的時候 常委市場 興起 那麼 這個 許多 不是暢銷的 暢銷品的一些商品 它基本上呢 就可以慢慢慢慢的 被銷售 被銷售 那麼這就是台灣的機會 這就是台灣的機會 那麼這個台灣的機會 相對於現實面來講 各位 台灣現在 現在是很發達 各種 這種 網路商品也是賣得非常的 進步 但是 如果將來大陸 大陸的 這些讀者 他也能夠透過網路買到台灣的書 而我剛剛講過 我們生產方式已經改變了 因為我們台灣的 這個 POD的公司 基本上已經在大陸呢 設了10個點了 那麼他要把台灣的這些書呢 就是 賣給大陸的這些讀者 他基本上也不需要 漂洋過海的 運到大陸去 他只要透過那幾個點 把書印出來 交給他的讀者就好了 那麼 這是不是第一個 對台灣的印刷 找到一個新的機會了 這是不是對 台灣的這個 出版業找到新的機會 因為以前你的出版品 你只能賣給 你只能賣給 台灣 或是繁米智的一些 讀者嘛 現在你可以什麼 你可以透過這方式賣給大陸的讀者 當前提大陸市場對台灣開放 這是我們目前正在 積極談判的 那麼 這樣的一個機會 這樣的一個市場 他不是一個遙遠的夢想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生產的工具 跟我們剛剛講的這種 通路 要做一個改變 好 那麼這個生產工具跟通路改變之後呢 我們就有新的機會 但如果我們不去 用這樣的新的生產設備 我們不去用 這樣的一個新的通路的話 那麼我們還是困在 我們 原來的那個市場裡面 沒辦法自拔 那麼 我們剛剛談到 知識經濟他談到三個面相 第一個 生產的方式的改變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生產方式 第二個 談到所謂銷售通路的改變 我們剛才講到網路的新型 帶來銷售通路改變 第三個他講到說 知識經濟裡面有個應用層面要改變 什麼叫應用層面的改變 我想 這個是今天 我覺得我們要談一個非常非常核心的部分 非常非常核心的部分 在2004年 有做過統計 那個時候的 這個 英國 圖書產值的分配 大概53% 是集中在小型或個人的出版社 大概47% 是集中在50家大型的出版集團 跟大型出版社 各位這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 小型跟個人出版社 基本上在2004年的時候英國已經超越了大型出版社 各位 這個資料在1994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英國呢 前50家 那個50家大型的出版社 他基本上的一頁是佔什麼 是佔整個英國圖書產值 是80%以上 在那個時候 小型出版跟個人出版 或所謂獨立出版 佔的比例是很小 這20% 可是在那個時候呢 這個英國 那麼進步的一個 一個出版的國家 那個時候的 前50家大型出版社 佔80% 可是短短10年之後呢 這個數字已經改變了 我跟各位報告說 這是2004年 過了10年 2014年以後 我絕對相信 目前 英國 非常彭博的所謂的獨立出版跟個人出版的 營業額呢 我認為應該已經佔英國整個出版產值 我認為應該已經 最起碼差不多在6成以上 應該到7成 這是什麼概念呢 過去在大型出版集團所壟斷的這種產值 慢慢已經被 更多的小型出版 個人出版 獨立作家給 取代了 有沒有什麼可能性呢 我們來分析一下 我們 我本身是修菲資訊公司總經理 其實我們公司 就是利用POD的印刷設備 剛剛看到的 從事所謂的 獨立作家出版 我們稱之為獨立作家出版 各位 什麼叫獨立作家出版 這個概念呢 我跟各位看 在這種機制底下 我們出了哪些有趣的書 這些書是過去不可能出的 不可能出的 那 這個 民國蟲書 我們出的一系列 民國時期的蟲書 包括公共看的 文英多的 說佛海的 包括孟志儀的 這些民國時期的蟲書的作者 也有來自台灣的 也有來自大陸的 也有來自美國的 這種選題的書呢 他的第一刷呢 只有300本而已 為什麼 因為他的 喜歡看這種書的 極其的 有限 而且他不是 馬上就能夠賣那麼多的 所以 像這樣的書 就是用POD的方式 印刷 最適合的 各位 這是民國蟲書 這種書 在過去我們那種 所謂的 或者說 現在在台灣 你可以看到 要嘛是翻譯的書 要嘛是九把刀的書 如果你不是那個很暢銷的書 基本上這種書沒有人要印的 沒有人要出版 再看這種書竟然被出版 我們看看台灣我們還出了哪個書 歷史長河系列 我們看看 這本書 橡皮推翻的本清 這個作者 是一個台大醫學系 畢業的 一個畢業生 他放棄了當醫生 他當專職的作家 他寫這本書得了金鼎獎 而且引起很大的迴響 他就從一個比較國際的宏觀 觀點 來看看本清的時候 陌生發生什麼事 他認為那時候是一個 所謂的 金融風暴事件 導致於這個 滿清這個 所謂橡皮 橡膠股 這個 所謂的 股票泡 泡沫破滅 所以 造成了或獲取的一些 滿清的一些 風水利用的革命 這是他的觀感 很有趣 過去呢 像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作家 在我們主流出版裡面 是沒有他們出版的機會的 因為你這種觀點 太顛覆主流的看法了 所以沒有出版書可以出的 但是這個出版書 而且他 這本書現在已經賣了超過一萬本 表示說 他一開始可能只有印三百本 他可能也賣了一萬本 他也可能從非主流 變主流 那第二本 快刀計劃揭秘 講黑貓中隊 台美高空偵探合作的內部 非常非常有趣 這部在海外賣的非常多 就 黑貓中隊那個時候的一個在 跟中美合作的 台美 那個 我們跟美國合作的一個 高空偵探的一個 過程裡面 像這樣的書 其實不可能 不可能被出版 不可能 不出版 還有一本這個 西方記者筆下的 南京大屠殺 這是大陸的作者 大陸作者 非常多一手的資料 從一個大陸的 作者的角度看 提到西方記者筆下的南京大屠殺 現在這個 日本說 根本沒有南京大屠殺的事情 這本書就可以拿來 很好的來做一個反駁 這是西方記者 他當時候看到的一些 南京大屠殺的天象 像這樣的書 他絕對不會是一個 非常 賣數十萬本的那種大量暢銷的書 但是呢 這個書 因為我們生產方式的改變 因為我們 銷售模式的改變 這麼有意思的 像那麼內涵書 就被出版 我們看看 我們在我們書裡面 有一套書非常有趣 他的這個書籍叫做 《百佑知青文革盛改評論書》 為什麼 因為 我們認為文革這個東西是人類歷史的記憶 不管我們這個共產黨願不願意面對 那個時候發生的各種的事情 歷史的 個人的國家的 都應該被記憶 以便作為後代子孫的一些 這個 評調 那如果是不應該再發生的 就不要再發生 像這種書 我曾經的名字 叫《知青》 這個作家呢 是個大陸作者 大陸作者 各位已經慢慢 秀到說 奇怪怎麼那麼多書是大陸作者 沒有錯 大陸是一個 沒有出版自己的地方 大陸有出版法 就我們剛剛宰龍講了 早年的警總 是要檢查你的 這個出版內容的 現在他們的 所謂的 他們的新聞總署 他們的官方也是要審查內容的 所以這些書 包括這個 這個什麼《知青》啊 《右派》啊 跟這個 林彪的書 不可能在大陸的書 那 這本《知青》的書 非常動動 非常動動 預計在香港 非常多 大陸觀光客 子民要買這本書 那我們看看第2本 中間的 林彪的《忠於逆》 吳遠慶 其實這個作者 是台灣 軍情局的 軍情局的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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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本書也是我們的暢銷書 暢銷書 那麼 《反右派鬥爭全史》 這本書呢 也很有趣 作者也是一個大陸的大陸作者 非常多大陸作者 願意用他一生的經歷 寫下歷史的見證 或者寫下人生的紀錄 卻因為大陸沒有 出版自由 大陸的執政當局不易面對他們的歷史 所以 這麼很好的這種機會 就帶台灣 把這本出版 這是台灣我們 可貴的地方 可貴的地方 那麼我們看看 利用這種機制還出了哪些書 李毅君這本《疑夢之北》 這個作家是一位馬來西亞的華裔作者 馬來西亞是一個對華文 非常 這個 有段時間他甚至禁止華文的創作 那這本書也得到了《亞洲周刊》十大 小說獎 那麼 中間這本《樣板戲記憶》 李松 他是即使是一個 現在是一個 大陸裔的美國人 他專門的研究 所謂的《樣板戲》跟《文革》 這本書也引起很多人回想 那包括這個談武士文學 這是另外一種 出版的一個類別 各位有發現說 奇怪這些書我現在看到這些書 好像跟我以前 記憶中看到的書 跟被出版書不太一樣 各位這些書都是在台灣出版的 台灣就是有那麼好的 那麼寶貴的 知識跟出版的能量 可以匯聚 全世界華文 華人 最棒最寶貴的這個 經驗跟歷史 在這邊出版 我們看這個 民間與民俗文學 齊研修 他是目前 我想整個華文 華人世界裡面 研究中國民間故事 他是一代宗師 但是他這一套呢 送這個 送明清的這個 中國民間故事記呢 他為什麼選擇台灣出版 就是我說的 在大陸出版 他就會有審查制度 他就可能裡面 把某一段章節給篩了 某一段章節給改了 說這個可能什麼什麼什麼 有隱喻當政啊什麼 所以 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 齊教授 他非常不以為了 他這輩子 一定要出一套 一次都不改 一次都不刪的 完整版 所以他終於在台灣 把這套 這個中國 民間故事史 出版 還要把簡體跟繁尼 都送給台灣 所以這套書呢 各位 這套書絕對不是我們看到的 倉教書放在那個 書店裡面 可以賣數萬本的 但是各位這種書呢 他卻絕對有流傳 百年的這種價值 百年價值 但如果今天我們沒有這種生產的方式 沒有這樣流通的方式 我想這個東西 這種出版是不可被視線的 那我們看看 獨立作家 我們 收藏了非常多早已經被遺忘的 甚至被我們年輕一輩遺忘的 這些在四九年來台灣以後的一些 非常經典的作家的拳擊 包括我們講楊念慈的拳擊 包括像馬生的拳擊 包括壁圖的拳擊 這些老作家 也許都散去到 世界各地的 他們最後呢 卻把他們 這人生最寶貴的拳擊呢 因為這種方式 因為這種規模 用选拳在台灣出版 如果我們沒有一種新的生產方式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好的一個 銷售流通的這種方式 這一書是不可能會出版的 僅僅是我們要出版很多 譬如說 這個 可能很多 在座前面可能知道 可能我們年輕一輩都不知道 譬如說潘磊 魔鬼書的作者潘磊 早期我們很有名的小作家 他的拳擊 也即將也即將自作 包括我們有一個很有名的 以前跟這個 三毛 非常 影響三毛 非常深遠的 徐虛 徐虛的拳擊 即將在台灣出版 那這些書 雖然這一書 不是 所謂暢銷書 不是所謂的 當紅的 主流的書 但這一書絕對有 尤其對我們這個 華夏職員來講 絕對有留下來 典藏的一個 好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意義 我覺得我們 應該很驕傲也很幸運說 所有這些當代華文華人的 這種最經典的作品 他們將來可能都留在 台灣 作為 原生的出版 為什麼 因為 整個全世界 放遠華文地區 包括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 當然包括中國大陸 唯一有出版自由的 唯一有出版自由的 就是台灣 這是台灣 我想 創新呢 一定要有根基 出版的創新的根基 就來自於我們 我們想我們 那麼豐沛的文化的 累積在這邊 包括我們49年 很多 我們 到台灣的這些前輩 包括我們 所有的 華文華文華人的匯記 所以台灣是一個非常具有 歷史文化體運能量的 一個這樣的地區 共國家 所以 這個地方出版的書呢 一定會產生 非常巨大的影響 這是我認為我們在積累的 好我們看看 我們還有哪些書 這個 陳首浪的書 他是 華興中學的校長 陳新華興中學校長 那麼 像這個閃文集 取螢光 像這個简兒 為什麼我提這個 你都沒有聽過 這作家是誰 我們常講 什麼叫作家 我們 曾經 出一本書 這本書 只有 三百本 走到三百本 這出書之後 有一天 我看到一位 我想也是中年人 他大概六十幾歲 他來說 某某先生的某本書 他說是不是在你們出版 我說我是我們出版 他說 他說我特別從美國回來 我特別感謝你 因為你幫先父出了這本書 他父親在出這本書的時候 他 還在世 但是他後來收到這本書 後來他來拜訪我的時候 他已經過世了 他說他跟他父親 我將近十年時間沒有講話 因為以前誤解 然後長期出在美國 後來他父親出了他一本回憶錄 然後就是 也不多 他說他父親曾經是在台灣 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好人物 他看了一些細節的描述以後 他說他 在美國 他 泪流滿面 他說他覺得他對他父親非常的愧疚 他沒有站在父親的角度去想 他說 可是呢 什麼東西可以把人的情感 記錄那麼細膩呢 什麼東西可以把細節加那麼清楚呢 通常我們講話的時候 有時候講話時間很短 沒辦法把 情節 細節跟情緒交代那麼清楚 他透過他父親的文筆 他整個都感受他父親在那個當下的時候 是怎麼樣在 在 在愛著他們家人 愛著他的小孩 所以他作為這本書 雖然說父親已經過世了 他說這本書的出版 他要把它列為 他說他的 子子孫孫 他把這本書列為 這個 永遠流傳的書 所以 什麼叫做蒼銷作家 一個作家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個人都會寫出一本自己的書 那麼這個書 你也許感動了當下的人 你也許感動了一些 你沒有見過的人 那出版的價值在於 每一個人的故事跟他的 他的思想 都能夠被忠實的記錄跟呈現 沒有任何的 意識形態 也沒有任何的 所謂的 現實利益的 這種 糾纏 那這樣的一個出版 我認為就是 出版在未來裡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 他的使命在這邊 我們看 我們有個書系叫《詩的盛世》 這個書已經出了大概 100多本了 各位 這個書系全部都是詩集 全部都是詩集 包括 包括陳柯華醫師的這個詩集 包括 這個 彭書琴的詩集 包括 這個 蘇燦的詩集 各位都沒有聽過 各位不要講 像很多人剛剛可能聽過 像什麼洛夫啊 向陽啊 向民啊 這也都在我們這邊出出詩 大家很驚訝說 台灣那麼小 竟然能夠 出了100多種純粹的詩集 詩的出版是代表一個 國家的文明跟偉大 一個 吃飯 肚子都填不飽的地方 沒有人寫詩的 根本沒有人看詩 所以 台灣的詩集 非常的蓬勃 詩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 定制為詩的聖詩 詩的聖詩 目前 這個 這個新詩的出版呢 也包括了很多海外的 那麼 當然有些文學的評論 文學的評論 各位 像這些文學評論 都是 非常的有趣 但也非常的專業 他一定要利用剛剛講的那種 少量的方式來把它出版 好 那麼 各位看一下我們也扮演了很多像國學研究的書 台灣 其實 在 中國國學的裡面 這個也保留非常多的一些文字跟紀錄 那 透過這些出版 也可以 讓 也可以出版 那 這些都是中國大陸當代小說家 中國大陸有非常多 小說家 寫得非常好 也很質樸 可是完全沒有發表的 這個 地方 所以大量的到台灣來出版 這些書 未必能賣得很多 但是呢 每一個 每一本小說都記錄了 每一個作家 他那個時代的 想法 思考 那個時代的生活 那個時代的記憶 那這些都是很有趣的 那麼我們還有非常多海外的 海外的 像這個 林偉帝我沒有記錯 這應該是在美國的作者 金金順 這個是馬來西亞作者 張清平 這好像是新加坡的作者 我們大概有來自34個國家的 作者 34個國家的華文作者 包括這個結束很有趣 各位看一下 王安琪這個 劇本 談昆曲的 還有這個 有一本專書講這個孟曉冬的 還有這個 這個談搖滾中國 談中國目前的搖滾樂的現況 這些書都非常 你可以說非常冷門 但你可以說他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多遠 像這個 各位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 POD他可以利用他的技術 我剛剛講說他一次可以生產一本 所以他當然可以一次生產一套 所以我們也把過去自由中國 全套都把它 複製掃描 我們講複科本 包括以前在 在香港發行的自由人 包括大人 這些雜誌 都是民國有的是二十幾年 有的是三十幾年 這些雜誌 通通把它保留下來 透過 我們剛剛講的那種生產方式 一次生產一套 交給圖書館 作為未來的典藏作用 這個都是 非常 珍貴的 非常珍貴的 當然包括一些外國人文學 外國人文學 我們看到電影的評論 這個 黃倫的這個電影教父 就是 這個 提到這個郭南宏的 這個電影三十七 這是大陸的導演 包括這本 談得 李安的電影的這個書 這些書 各位看都是非常多元的 還有青少年的書 青少年的書 青少年 我為什麼特別提 這些分類 各位 如果你有時候去書店去看 台灣的出版有一個 其實過去有一個隱憂 就是說 我們大部分的出版品呢 大概一半以上呢 在案頭上看到 都是一些翻譯的作品 美國的上銷書 日本的上銷書 英國的上銷書 好像很少有台灣 或者華文 我們自己的一些 原創的這些出版品 各位 所謂的文創 的根源就在於你的創作 如果你一個 一個國家你的創作 大部分的那個源頭是來自於國外的 國外的創作的話 基本上是一個不是 長久看也不太健康 不太健康 所以 利用POD的印刷的模式 在導入所謂的 網路的書店的銷售 像這樣的一個個人化的出版 可以大量的保留我們的原創 保留我們的原創 這些原創 就自將來 未來 我們作為 所謂文創的 各類商品 的一個 非常基礎的元素 你看這些談旅遊的 這個一般我們看 我們看旅遊書 都是 都是 看到都是 日本東京啊 京都啊 紐約啊 比較熱門的 那我們出了很多 比較 不是那麼熱門的景點 譬如這個 這個到伊朗的 伊朗15天小旅行 還有這個 一般到中國大陸玩也不會去玩 都是玩熱門景點 王山啊 什麼 他到 這個 中國大西部 他的私房路線 那麼你看 一般到澳洲 紐西蘭 看看這個 冰谷啊 或是看看這個澳洲大草原啊 但是他這個帶你到這個 毛利土地上的來河 深度旅遊 紐西蘭 這些都把我們的 閱讀 跟我們的這個想像 透過作者帶到一個 更 深遠的 常人不會去的地方 這是這個樣的一個出版有趣的地方 好 包括美學設計的書 這個 我們這個 包括我們抽象畫大師 陳振雄的這個話語錄 方秀穎老師的 還有一本專門 談極遊的 他也出了一系列的書 專門談極遊的 像這本書叫 從郵票看格林童話 跟格林童話有關的郵票的收集 好 這是專門健康類的書 小孩好奇的事 對不對 你看對病了嗎 把脈自覺聖經 各位 這一些 你們現在看所有的這些書 他的手刷量 都只有300本 在非常有限的 網路 跟特地的書電機流通 那麼這300本的書 也有可能他 得到很大的共鳴 像剛剛那個橡皮對半本清 後來陸續賣了將近1萬本 這就是 現在生產模式的不一樣你嗎 過去你可能 我要讀這本書要暢銷 我是先印1萬本 結果呢 你發現只有賣了300本 現在倒過來了 我先印300本去流通 他的結果很可能是賣了1萬本 我想這是所謂生產的模式的改變 好 語言協習的書 我們現在語言協習的書 如果主流市場大就是英文 日語嘛 我統計過我們語文學的書啊 有印尼語的 有越南語的 有俄語的 有荷語的 有荷蘭語的 當然這法文啊 那個西班牙文更多了 也很多 所以 這種書 有的書 可能有1萬個讀者 有的書可能有1000個讀者 有的書可能只有100個讀者 那麼 我們通常只看到 那1萬 有1萬個讀者書 不斷的被翻印 不斷的被印刷 不斷被出版 可是 不代表那個100本 300本的書 是沒有讀者的 需求的 也沒有不代表那一些 是不需要被保留的 喔 所以這種語文學呢 就可以指很好的例子 這是 教育心理方面的書 種類甚至太多了 所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麼 生活功績百科 生活功績百科 這個談兩岸國際關係的 第1本 陸生 陸生在台灣可不可以出書呢 大陸在台留學生 出的第1本書 就叫陸生元年 就是透過我們剛剛講的機制出版的 我們台灣 一般講 沒有 我們的 新聞沒有國際觀 我們出版品也沒有國際觀 但是我們有大量的書 談所謂俄羅斯的 像這本書就是俄羅斯的 談俄羅斯的 當然包括其他一些 談台灣 台灣跟兩岸政經的這些書 財經政治傳播類的書 也是很多 那這裡面的書呢 各種種類的書都有 啊 當然也 利用這種機制的 也有台灣 啊 知名的政治人物 比如像林佳龍他就出了一本書 打破門印記 他只是用 所謂的 我們剛剛講的 POD的方式來生產 像無非 這個就是大陸作者 大陸作者 好 社會法律 好的書 像我特別想推薦說 破案關鍵這本書 指紋 毛髮學藝 DNA 犯罪現場中 不可不知的 建制科學 像這種書呢 在過去主流市場是沒辦法被出版的 那是警察大學的教授出了書 那 陳立成先生寫 沒有人敢說的事實 在 出版 市場裡面 一片 反核的聲浪 當然 這不代表我們 永和 他提出一個台灣 你沒有辦法去排除 核能的一個這樣的一個 現實 出了一本書叫 沒人敢說的事實 這也是比較 一個理性跟 長篇幅來分析台灣核能政策的 當然我們有一些 像這個 推理小說 所謂的青少年小說 可能所謂的愛情小說 所以 以上呢 是我講的 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書 可以用不同的方向生產 書可以透過網路來做銷售流通 現在呢 書呢 不再是那些少數的暢銷作家的專屬的 一個範疇 任何人 只要他有寶貴的故事 只要他有非常好的見解 都可以透過所謂數位出版的機制呢 把這個書 給印出來 把這個書 出版出來 這是我認為 在出版這個 事業裡面 一個 非常創新的突破 我也認為 台灣在這個領域裡面 具備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 可以引領 未來的這個 整個華爾文的出版 好 所以 我最後就講 我們台灣 還有沒有機會 從出版業的角度來看 我一開頭就講說 台灣一年 每個人平均買出只有1300多塊錢 遠低於香港的5400多塊錢 台灣一年 平均每個人看出只有2點多本 遠低於這個 這個 英美的 5.7本 照理講我今天在這邊談所謂出版事業 我一定要非常的難過 非常的 上次 非常的沒有信心才對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 我覺得 台灣 在整個 整個在所謂 在出版才藝來講 他正在 做最後的一個 這個一個調整 各位 台灣 你剛剛看了 台灣有那麼好的一個 出版的環境 有那麼好的出版的自由 台灣呢 不管 自從我們這個 中國文化的根基 到我們受 日本跟美國文明的影響 更不要講說我們有原住民文化的這個 這個血液的深入 再加上我們近幾年各位談新移民 台灣是一個非常 多元包容的文明的社會 那這個是 真正出版 文創什麼 文創就是生活嘛 文創就是生活 這種多元生活的風 我實在看不出來在 目前全世界 華人的世界裡面有哪一個地區或國家 具備有這樣的一個出版能量的 所以 出版的根基就是 文化跟文明 那我覺得在這邊 台灣 一直都有擁有 這個 全面優勢跟領先 那麼因為我們在這行業裡面 比較經常性的 跟 這個大陸的這個 我們這些作者或是朋友互動 我們沒有錯 大陸近幾年崛起 我們看到這個 起高樓蓋房子都很快速 國家也非常的 發展非常的 巨大 改變巨大 可是 他們打從心裡 對台灣那種 把所有的這個文化 濃度生活 出版的自由 他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羨慕的 也一直鼓勵我們說 無論如何 你們一定要保留 我們 華文 華人世界裡面 最寶貴這一塊 將來 把出版 這個裡面 尤其在獨立出版這塊裡面 把它發揚通道 所以我認為 這是台灣的機會 我認為這是台灣的基礎跟機會 隨著兩岸和解 那麼台灣 相對大陸 讀者也有很多機會看到台灣的書 相對台灣業者也有更多機會 把台灣的這種好的 這種模式 進步的工具 跟非常好的這種基礎 跟大陸 獨者互動 所以我實在看不出來 只要我們努力做的話 有什麼悲觀的權利 那我想 作為一個出版人 我今天在這邊 跟各位分享我們的經驗 當然我們要做的 要努力還很多 但是就我們這塊來看 我認為 這是黑暗中 即將黎明的前刻 我們非常 希望在未來 在這裡裡面 找到 更大 突破創新的機會 服務更多的我們的 作者 讀者 謝謝大家 謝謝 我有說明 我們要做的 謝謝 you 謝謝大家